Hi everyone,我是Kenny Gein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快點來聊天 今天就是要再來跟大家好好的聊聊 從今年7月到12月的回顧系列 這個Podcast應該是會遲到個 就是一下下 原本應該是要是星期五的晚上9點半 那應該沒意外的話會延遲 但延遲到什麼時候上傳我是不知道 就是看我 看我忙不忙 然後有沒有時間去做 那我是希望盡快 因為我還有下個禮拜還想要再跟大家好好聊聊 這整年度的華語樂壇的現況 這個樣子 那雖然12月才過一半 我也不知道跨年前 會不會還有什麼驚人的新歌出現 但就目前為止 還也是有一些歌曲 在12月的時候造成了不少的轟動 那我們就等等再說 所以我們今天就馬上進入到 第一個我要介紹到的月份 就是今年的7月 講到7月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在上一集的Podcast 在五月份的時候有提到一位人兄 他纏連了五六七三個月份的排行榜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7月的時候 發行了首張的個人專輯 他就是瘦子 這張專輯叫做Out of Body 靈魂出竅 我先跟你們說他有多誇張啊 他在4月30號的時候先發行了Change 然後在5月中的時候發行了他沒在看我 5月底的時候又發行了太陽 在6月初的時候發行了稱讚他的美 然後6月... 這機車也是非常非常的澎湃 超大聲 然後在6月底的時候發行了Follow You 就這樣子一連出了五首主打之後 到了7月11號才釋出整張專輯 全新的專輯啦 靈魂出竅 再來最誇張的是 從7月11號往後的那一週排行榜來看啊 瘦子的這整張專輯 扣掉第一首歌曲intro 總共有13首的歌曲 然後當作的排行榜前20名 他就占掉了14個名額 為什麼會有14首歌呢? 我剛剛不是說扣掉intro才13首嗎? 原因很簡單 因為很多人在這個時候 他們可能還在聽他5、6月就已經釋出的那幾首主打歌曲 他們像是Follow You、Change 他們那時候下載的可能都還是 當時以單曲形式發行的Follow You或是Change 所以雖然它是同一首歌啦 但是因為它的封面不一樣 然後它在串流平台上面發行的模式不一樣 就導致了兩首一樣的歌 但是同時可以一起 較勁排行榜上面的名額 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封面的Change 一起出現在排行榜上 非常誇張 也就是說同一首歌曲 大家聽得那個次數是一樣多的 才能擠上這個排行榜 所以我覺得也是見識到 大家對瘦子的喜好程度 不只是因為他長得很帥啊 外型很好看啊 而對於他的音樂 大家的接受度也是成正比的 甚至到熱愛的那種感覺 而且如果你有聽到這張專輯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不是一張很火爆的饒舌專輯 就是它沒有要跟你說教 或是告訴你什麼樣的人生大道理 基本上都沒有 但是純粹呢 就是要你放鬆 然後在放鬆之餘呢 提醒你自己可能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靈魂出竅嘛 脫離身體 然後反思自己的那種感覺 那講到靈魂出竅 其實 我上個禮拜有做了一個很詭異的夢 然後我在最後的時候 就是整個12月份講完之後 我再跟大家來分享這個夢好了 我想我會記得啦 就是這個很詭異的夢 那其實在7月呢 還有一首歌曲 我覺得算是在這一片藍紫色 瘦子側面裸體的一片海當中 綻放出一朵鮮黃色的小花 這首歌呢 就是來自五堅情的All Day 所以五堅情呢 我就怕有些聽眾可能還不清楚 就是五堅情五位成員有誰啦 那畢竟我不能確定你們聽歌的喜好程度 會不會一樣嘛 所以主要的成員有呢 陳琳九 邱鋒澤 黃偉進 賴燕居小賴 跟樓俊碩 那我自己覺得呢 五堅情應該是整個2020年華語樂壇上 最大贏家了我覺得 因為他們今年的火紅程度啊 真的很像當年的5566啊 Energy那樣 只要有公開的演出 一定大爆滿 欸我發現 5566的Energy是不是 太透露年紀 沒辦法我就是八年級生 然後 而且他們的粉絲都很瘋狂啦 就是熱愛到不行那種 尤其是我學生 我學生愛他們愛得到瘋掉 真的很可怕 然後今年除了偽進之外啊 還有陳琳九 那其他三位團員都有出專輯 呃 陳琳九目前是好還沒有 只是他最近出單曲出的非常的琴啦 就是從7月到現在已經出了六首歌曲了 我覺得很難講他在年底前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動作 嗯 然後再來是他的櫻木老婆邱峰澤的日環石專輯已經開始在預購了 那小賴賴燕居的新專輯呢 他也有說在年底前即將要發行 然後樓俊說的話就是年初的boarding嘛 我自己是覺得先不論他們自己的專輯數量來看好了 他們個人或是合作 就是他們自己合作發行的單曲 我就在今年加一加應該也有兩三張專輯都亮了吧 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他們的代言也是接到手軟 最近最大的乾媽就是Samsung嘛 反正我好看 所以這首歌All Day啊 吳建勤成軍後的第一首代表作品 就是介紹給大家 那這兩首歌呢應該說 這兩個 一個是瘦子的新專輯《靈魂出竅》 然後以及吳建勤的All Day 是我覺得今年7月比較代表性的兩個作品這樣 那再來到了8月 在8月呢 我自己列出了三位歌手啦 在這個月份發行的新單曲的時候 算是獲得了不少的討論 那第一位呢就是來自高爾瑄的So Bad So Bad這首歌算是高爾瑄想要擺脫爆紅後 那種排山倒海而來的評價 不管是好的壞的 但大家知道以他的情況來看的話 前一陣子基本上真的都是比較負面的評價居多 那就是大家對於他的質疑啊 個性啊 過往的事情啊 我覺得甚至到音樂上都開始質疑他 可是我覺得就不論那些 其他私人的事情來看 就高爾瑄的音樂創作能力來說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沒什麼好質疑的啦 因為我自己很 就是不是這麼愛聽饒舌的人 他的饒舌我就還蠻聽得進去的 可能也是因為他的音樂R&B的 R&B的分量還是佔有蠻大的比重 以至於我比較能夠接受 那我這我也就承認了好不好 就是因為就是這樣 就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那這首歌曲呢 在那個時候造成的討論點 除了歌曲本身之外呢 就是MV的部分了 他們在苗栗的後龍海灘燒房子嘛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在當一個人啊 當一個人被放大檢視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的機會可以犯錯 因為你犯錯的風險太大 就是你沒有辦法確保多輕微 或是多嚴重的錯誤 他都可以讓你接下來的成就 直接毀掉的那種感覺 那是一個很未知的風險 他必須得要層層把關 不讓人挑到任何毛病 才得以有機會繼續生存下去 就是說在被放大檢視的人身上 他需要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知道那個導演就是他的親哥哥 後來有出來道歉 然後也有回去海灘善後了 只是在這種人人皆是狗仔的大環境下 公眾人物真的要很小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道德感要點滿 他們的道德感點滿 應該算是他們這個行業必備的入行條件 因為沒辦法 他們的金錢來源就是我們 觀眾跟聽眾 喜歡他們的人越多 他就賺的越多 那廠商也會很放心的請他們代言 好啦我覺得有點扯遠 那除了高爾瑄之外呢 蘇打率在8月的時候也是宣布以新的身份 來跟大家見面了 這個新的團體的 這個新的 新的團體的名稱就叫做余丁蜜 不是余丁系 我發現很多人都叫錯 那余丁蜜的團員們呢 當然也跟蘇打率不一樣啦 有主唱日出 然後Bass手香我 鼓手巴女 木吉他手還有團長可甜 然後電吉他手是使洞 還有鋼琴手間中提琴手金巴 那他們在8月的時候呢 出了全新的單曲 沙發里有沙發 radio 其實我很喜歡樂團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的音樂啊 可以聽到所有團員們 所使用樂器的聲音 就不會是現代科技這種 咪出來 或是電腦點出來的音樂 那當然啦 主唱的聲音雖然還是重點 但是他們就是多了更多音樂上的真實感 我覺得更有生命力一些 而且他們很多的歌曲都會有 這麼一些橋段會讓團員們可以去solo啊 尤其東衛聊那張專輯哇 阿公玩弦樂玩到出神入化我的天哪 我相信他自己也是非常過癮啦 那這首歌曲 沙發里有沙發 radio 很特別的地方是在製作人陳珊妮呢 起初就是阻止了所有六位團員用見面 就是現場面對面來討論和創造這首歌 他堅持要大家在雲端上面把這首歌曲給完成 那每個人呢把自己創作的片段 透過雲端上傳到群組啊 來互相交流互相分享 最後呢把六位團員個別的創作片段 結合成了這首歌曲 沙發里有沙發 radio 主要的目的是在解構後再重建的 這樣子的方式 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不僅能保留 歪掉 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啊 不僅能保留每位團員最初對歌曲的想法 那我覺得還可以各自就是把自己的特色最大化這種感覺 算是對這個身分 我在幹嘛 算是對這個分身樂團來說是一個蠻好的開始啊 所以沙發里有沙發 radio 來自余丁密 那再來介紹到的呢 其實還有一位歌手在八月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蠻開心的啊 他就是我之前在Podcast的某一集裡面有介紹到的 楊成林 他在八月的時候呢發行了新專輯 應該說發行了新專輯 Like A Star的第一首主打歌曲 像是一顆星星 那這首歌曲的介紹呢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了 我就不多說了 主要呢就是在說 楊成林在今年是他出道滿二十週年了 那求心求變的他呢 在對於 對他來說很有意義的這一年 他想到的是那些深厚為他絞盡腦汁 然後將所有的想法 點子啊 經歷啊 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專業團隊們 為了就是讓楊成林能夠 就是很成功的在舞台上 成為那最閃亮的星星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啊 或是這張專輯 主要是謝謝 楊成林自己的努力之外 還感謝到的是 所有的工作團隊 或是工作夥伴們 那是楊成林這一路上 支撐著他最大的靠山 和動力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就是今年八月 我覺得比較具代表性的歌曲 來自高爾琴的So Bad 余地密的沙發理由沙發 Radio 還有楊成林的像是一顆星星 再來馬上進入到了九月份 今年九月呢 下帶著這首超級巨作 整個花語樂壇 算是都被這首歌 給洗到快要造成海嘯了 好不好 因為不只歌迷朋友喜歡 連非常多的歌手啊 明星啊 也紛紛的在自己的社群帳號上 Cover這一首歌曲 而且這個現象在三年前 就發生過一次 甚至 還是出自於同一位歌手 大家好猜到是誰了嗎 這一首歌呢 就是來自盧廣仲 為電影《科在你心底的名子》 所演唱的電影主題曲 《科在我心底的名子》 而我剛剛說三年前 就發生過的現象 就是他為他自己主演的電視劇 《花甲男孩轉大人》 所創作的主題曲 那這一次呢 《科在我心底的名子》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 這首歌曲的詞曲創作 都不是盧廣仲 他是負責演唱的 那一樣的地方是在 導演 都是曲詠寧 我覺得他們兩個再次合作 造成的火花 真的不輸當年的喜啊 而且《科在這首歌曲》 目前在YouTube上面的觀看次數 已經快要突破2000萬了 你知道嗎 短短四個月 八月 我是知道嗎 九月 對 九月到現在 其實他是八月多出的歌啦 那就是從九月開始 八月底出的歌 從九月開始嘛 那短短四個月已經要2000萬了 就是 雖然目前還不及 喜亞的七千多萬 但畢竟喜亞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累積了嗎 那看這樣子的速度 有一天能夠超越喜亞的觀看次數 我也是覺得不意外啦 那這一次的這首歌曲呢 是為了電影主題曲所誕生的歌曲 他們又有一個很可愛耶 很有意義的小巧思 就是將電影的名字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當中的你 改成我 然後變成了主題曲的歌名 為了目的是說 他們認為啊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 這句話比較是能夠給每個人 都可以去獻給你最愛的人的一首歌 很貼心吧 就是想得非常的周到 我覺得很棒啦 那尤其歌詞 裡面有一句話就是 既然決定愛上一次就一輩子 不是聽了就很勇敢嗎 聽了就很勇敢啊 剛好這個電影也是在講 就是同性的戀情的一個題材啦 那也是因為這樣這首歌的成功 跟無庸置疑的回想 他們很順利的也拿下了 今年金馬獎的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這個獎項我覺得對盧廣仲來說 真的意義非常的重大 因為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七位 三金都到手的演藝人員 其他六位大家自己去Google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所以我覺得九月就是盧廣仲的月份了啦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 其實我原本還要介紹到 Hibi的新專輯《無人知曉》 但我最後怎麼看都覺得 這首歌完全是以碾壓式的方法 來把其他的歌曲給蓋過在整個九月份 而且大家知道嗎 陳昊森後來不是也有翻上這首歌嗎 就是他直接接替著盧廣仲的版本後面 繼續霸占各大排行榜的名次 一直到上個星期吧 就是十二月初的時候 有一位歌手就是發了新的作品 他才逐漸飛掉這樣子 所以你們看這個回想真的很厲害呀 來自九月份我覺得最具影響力的歌曲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 來自盧廣仲所演唱的 那 再來到了十月份呢 今年的十月份 在華語樂壇上的氣氛 其實是比較低迷的 因為在九月的時候 九月中左右啦 小鬼黃紅生的突然離世 讓非常多的粉絲 還有演藝圈的藝人朋友們相當震驚 那在十月份呢 有這兩首歌曲 讓大家好好的用音樂來緬懷 這位傑出的明星 小鬼黃紅生 第一首歌曲呢 是由吳宗憲所創作的 《天堂有多遠》 參與演唱的歌手啊 有吳宗憲 Kate 任賢奇 小鐘 鬥志孔 柯友倫 陳漢典 還有威廉 很溫暖也很催淚的一首歌 那這首歌呢 其實是在小鬼發生事情 不到一個星期就完成 就是包括創作、錄音、發行 都完成的歌曲 在九月二十二號的時候發行 那我覺得真正發酵的期間 其實是蔓延了整個十月份 我才會把這兩首歌曲 都放在十月份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另外一首歌就是由小鬼本人 以及他的兩位兄弟 鬥志孔以及柯友倫 所合作的歌曲 《扛得住》 《扛得住》這首歌呢 收錄在小鬼離開後 留給歌迷的最後一個禮物 就是他的新專輯 《Plan B》當中 那已經在網路上可以購買了 各大的串流平台也都發行了 而這首《扛得住》 在當時九月底發行的時候呢 我覺得對所有喜歡小鬼的人來說 都是很捨不得的啦 就是知道他還有很多的計畫 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做 甚至有很多的東西都是已經 排定好行程等著跟大家分享的 這一首《扛得住》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他早就預計在九月底要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那只是意外真的是說來就來 你永遠沒有辦法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嘛 所以才會有人說我們要活在當下啊 那這首歌曲呢其實是很有力量的喔 他是在為後疫情時代的大家加油打氣 他們也是看到今年這麼詭異的一年啊 大家普遍都過得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希望透過這首歌曲來勉勵大家 不管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都要一起扛得住 同時呢也展現出友情的力量 找來了這兩位非常好的兄弟 一起完成這首歌曲 那除了這兩首歌曲之外呢 在十月份還有一位歌手睽違了三年 熱騰騰的端出了全新的概念專輯 來自林俊傑《信存者如你》這張專輯 因為這張專輯我之前在Podcast有介紹過了 內容我就不多說 但我想要說的是他的另外一半《如你》專輯 到現在已經發行了兩首歌曲 才兩首歌曲 真的是等很久 我希望是在31號啊 還是1月1號啊 給大家一個新年禮物啦 那這次二合一的專輯呢 真的跟以往很不一樣 JJ也是在創造自己 就是創造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不管是在想法上啊 音樂上啊還是概念上 還是蠻期待他之後整張專輯的釋出 我一直在很很期待看看 我的猜測是不是有猜對 就是我之前在Podcast裡面說的 他的《信存者》這一半 所呼應的《如你》那一半 是不是跟我猜測的一樣 那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他才出兩首歌曲而已 好不好 我是希望啦 就是大家看 要不要也一起來猜一下 就是他的下半張專輯 《如你》會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呈現 那這就是今年十月份 我覺得討論度比較多的歌曲 來自《天堂有多遠》 《扛得住》 還有林俊吉的新專輯 《信存者》《如你》 進入到了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 這一位人熊歐 算是今年華語樂壇上面 最強大的《黑馬》以及《星人》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他的這首歌曲 因為真的非常好聽 我到現在還是會 時不時的就拿出來聽一下 這首歌呢 就是來自許光漢的《別再想見我》 我最後會決定還是要把這首歌曲 拿來跟大家介紹的原因是 許光漢踏入歌壇這件事情啊 他其實沒有這麼特別啦 因為他一開始踏入演藝圈 就是希望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欸 我今天被身份這兩個字弄爆欸 我一直講分身欸 就是他一開始踏入演藝圈 就是希望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但是他在經歷就是戲劇作品的爆紅之後啊 要從演員轉戰成為他本來就想要成為的歌手 我覺得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的 因為你先不論是他身旁的朋友們 或是工作夥伴們覺得他唱歌好不好聽 就算是好聽 他和他的團隊啊 要面臨的依然是一個很未知的評價嗎 對 就是來自於聽眾的評價 因為他們不會知道聽眾們到底會不會買單 他的聲音這件事情 那雖然他受訪的時候試過很多次的水溫了啦 就是他的評價其實都蠻好的 那從他前期的作品一直喜歡他的粉絲朋友們 也都知道他其實是會唱歌的 但我還是相信他們 就是他們還是得要是面臨這樣子的一個挑戰 就是對於轉戰歌手來說 他還是一個蠻大的挑戰啊 那很開心初次提升的他呢 就獲得了蠻好的評價跟回想 大家對於他的歌唱實力 我覺得算是有目共睹 就是跟他的演技實力是成正比的 而且還蠻受歡迎的 這真的是一件很棒 然後很值得好好慶祝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那因為喜歡 因為喜歡 好的 我要說因為喜歡許光漢的人呢 他們又多了更多的機會 可以看到他不一樣的演出啦 就是不只是在戲劇的作品上而已 那因為這首歌我有介紹過 我就不多做介紹這首歌的內容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位歌手呢 在11月份的時候也是以很強的氣場 推出了超值的全新專輯 它就是吳清峰 全新專輯來自策頁1 1與1 它是由上下兩策 所組合而成的一張專輯 所以它有兩片CD 總共有16首的歌曲 那這張專輯呢 也是我今年唯2有購買的專輯 第一張呢 就是韋里安的Sounds of My Life 那我覺得這張專輯真的很超值啊 16首歌曲才400多塊 而且還有附一本很精美的小冊子 那小車子好像是預購才有 算是多附贈給我們的小禮物 我這邊就用 不多做分享喔 真的很吝嗇 所以 沒有啦 就是說它主要是在闡述這16首歌曲的 創作故事 清峰怎麼樣把這16首歌曲 跟合作的對象啊 給創造出來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清峰很 詩情畫意的照片 非常的漂亮 那今年才剛榮獲金曲獎最佳歌手的 最佳男歌手的清峰呢 我真的覺得是它越來越好的感覺 整個後半年啊 基本上它都沒有停下來過 從余丁命的演唱會 到他自己的16場的歌唱 還有前一陣子的耶誕辰 跟之後的跨年 應該都還是會看到他們 一直出現在大家的面前啦 非常開心 算是沒有 你知道怎麼講 辜負好像有點太 太奇怪了齁 就是算是給足了粉絲們 期待他們三年 然後好不容易在今年 可以他們回來了 然後讓很多粉絲們很滿足啦 但是還是希望他們以最舒服的方式 然後可以推出全新的作品啊 或是全新的專輯這樣子 非常的開心 那這就是今年11月 我覺得比較有話題性的 兩位歌手以及新歌 來自徐光漢的 《別再想見我》 還有清峰的《側月一》 《一語音》 哇很快 到了12月啦 12月呢其實在過了一半 但是有一位歌手啊 在今年的最後一個月 發行了一首新歌 洗腦的程度 我覺得很多人已經開始 可以跟著跳了 不是跟著唱喔 是跟著跳喔 這位歌手呢 就是來自蕭敬騰 他發行的全新單曲 《薩哈星球》 非常可愛的一首歌 這首歌呢 歌詞其實沒有很難 但是旋律非常的洗腦 而且也很難唱 尤其後面那個高音啦 很難想像誰可以在那個 KTV裡面唱的出來啊 呵呵 那就連他的MV裡面的 尖奏那個跳的舞 就是我剛剛前面一直說的 萌到爆 真的是萌到爆炸 就是看蕭敬騰在那邊 跳那個很可愛的 算是還蠻簡單 但是 甚至很洗眼睛耶 就是你看久了 你就想要跟著跳這樣子 那這首歌曲呢 也創造出了一個 充滿粉紅泡泡的通關密語 就是17N9 在一起很久的意思 這首歌啊 是在講薩哈星球嗎 嗯 就是 還蠻 不用多說的啦 就是在講宇宙啊 外太空啊 所以MV呢 就是蕭敬騰與一位 很可愛的外型人 巧遇相識 然後最後 嗯 相愛嗎 就是 因為他最後跟著他 飛回外太空啦 應該就是追隨愛了啦 我覺得 然後在歲末年中啊 這首歌曲 真的會讓人覺得蠻 幸福的感覺 就是甜甜的 沒有壓力的 然後邊聽邊看 會邊笑的那種感覺 那希望他在這首新歌之後啊 是在為他的 新專輯 我發現我一直很希望大家一直出新專輯 你們最好都是 可能半年出一張 一年就出一張 就是 很多粉絲其實是等不住 你知道嗎 等了很久 就像蔡依林那時候 那是什麼啊 我配一直到那個 我配一直到怪美的 中間也是等很久啊 就是配已經唱到爛掉了 怪美的就還沒有出來 然後出來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很興奮 那這首歌呢 沙哈星球 我是覺得 還蠻可愛的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 在一年的最後 推出一首這麼幸福感 然後這麼可愛的一首歌曲 讓大家 算是有一個很 甜美的一個結束的感覺 那不知道 他後面到底還會不會出新專輯 我是真的很希望他可以趕快出來 那 最近呢 蕭敬騰本人也是當成了YouTuber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幫他工商一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很好笑 超級綜藝 超級綜藝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推出了兩集 就是他在車子裡面 載別人去下一個目的地的一個 對一個 就是YouTube的網路節目這樣子 那這就是目前 我覺得12月份 算是大家覺得還蠻驚喜的一個作品 來自蕭敬騰的 薩哈星球 結束了耶 12個月份結束了 有點快喔 可是也是半個小時了 我剛剛要說那個 我剛剛說我做的那個夢對不對 對 我上個禮拜呢 做了一個夢 這個話題會不會轉太快 我上個禮拜做了一個夢 他的這個夢很很奇怪 我先說他非常非常的真實 就是一開始我 我就是夢到 我是夢到一個 我在做一個惡夢啦 然後做惡夢 做那個惡夢的內容 我有點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做 因為他 在我的印象裡面 他其實是蠻可怕的 然後呢 我就做他做 我就嚇醒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嚇醒之後 我眼睛都睜開嘛 結果發現我就不能動 然後那種不能動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啦 鬼壓床的定義是 我張開眼睛 一定要看得到東西 如果我沒有看到東西 我一律把它稱之為 就是太累啊 我太疲勞啊這樣子 所以那一天呢 我就是被嚇醒之後 我眼睛睜開 我就發現我不能動 可是蠻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我的視視角 就是我的 就是眼睛可以看出去的地方 就是直指的 現在你們大家 眼睛可以看出去的這個範圍 你不能往左一點 或是往右一點 就是你直視前方 就是這個範圍 你們可以把手這樣子 放在眼睛的兩側 就是那個太陽穴這樣子 放在眼睛兩側 就是這個範圍 沒錯 我那時候睜開眼睛 能看到的範圍就是這樣 天花板 然後往下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哇這到底是什麼狀況啊 我怎麼 不能動 然後眼睛能看到的地方 還是 還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頭也不太能動 結果那時候就是很想要 趕快掙脫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就 硬 用力的要把自己 就是 做起來 可是我做起來之後呢 身體很像 就是有那個 彈簧一樣 就是有橡皮筋拉著 我做起來 馬上又躺下去 或是我要往 就是 我要往 右翻身 或是往左翻身 翻一點點 就被拉回來 翻一點點就被拉回來 就是一直這樣持續的 大概有幾分鐘 然後 我那時候眼睛張開的時候 除了 就是可以看得到 呃 天花板 還有 往下一點點的視野之外呢 我還可以看到我的 算是 坐起來 就是你們坐在 坐在床上之後 往前看的 大概左右兩側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視線範圍 所以呢 我就看到 其實我的房間的燈 是有點亮的 因為我能夠 因為晚上了嘛 晚上你關燈 基本上看不太到 房間的擺設 但是我那時候眼睛張開的時候 是看得蠻清楚房間的擺設 所以我是覺得我的房間的燈是 是打開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印象中 我睡覺前一定是關燈 因為我旁邊就有一個窗頭燈 我是關掉才睡覺的 但是我的視野是蠻明亮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發現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還是不停的在 想要擺脫這樣的狀況 要嘛就是硬 硬做起來啊 要嘛就是翻身啊 然後我後來發現 我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脫離這個狀況之後呢 我就開始喊Google 你知道嗎 我的手機是Google的牌子 所以你們那個叫什麼 蘋果的就是講 Siri嘛對不對 但是Google呢 就是你要講 嘿Google 啊 沒有聽到 我來我來 我用一下 他應該會有燈燈這樣子 嘿Google 大家有聽到那個震動嗎 對就是我的Google醒了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是狂喊 但是沒有用 我的Google就是不理我 因為我想說 我要叫他放音樂 但我的Google就是不理我 可是我手機就放在我的床頭邊而已 對 我的手機就放在我床頭邊 在右邊 所以我就一氣之下 一鼓作氣 我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掙脫這個狀況 我就一鼓作氣 用力 用力揮住我的右手 然後很快的把手機拿到我的眼前 就是我在躺著狀況嘛 然後馬上拿到我的眼睛的上方 結果發現 我手可以動喔 我也有把手機拿出來喔 但是我把手機拿到眼間 眼睛前面的時候 我發現 我的手機跟我的手掌 是透明的 然後我的視線就看著我的手被截了 就是從手腕的地方被截掉了 然後手腕以上手掌的地方跟手機透明 然後手腕以下 那個橫切面是有點霧霧的那種感覺 有點霧霧 然後很朦朧的那種感覺 但是是一個蠻平整的橫切面 很像說就是 前面被一個東西遮著啦 你只要離開你的手就恢復正常 但是你又放在它前面的話 很像我的眼睛前面 被一塊東西給遮住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 哇賽 這是什麼狀況啊 怎麼會是 怎麼會看不到手機啊 就我拿在手上 我很明顯清楚的感覺到 我拿著手機 但是我就是看不到我手機的畫面 跟我的手掌 然後 在這個 這個狀況底下 同時我就聽到我的正右邊 我的正右邊是我的電腦桌 開始出現一些聲音 就像敲鍵盤這樣 或是動東西 那種寶特 就是動那種平平光光這樣 的這種聲音 然後我就聽到這個聲音之後 我又很想要趕快翻上右邊去看 我的電腦桌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翻上右邊 一樣 馬上又被那個很像橡皮筋的東西 又把馬上拉回來躺下這樣子 結果 我聽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 我聽到我隔壁間 我個 我房間的隔壁是 我媽媽曬衣服的地方 就是我們家人曬衣服的地方 我就聽到曬衣間有出現聲音 然後我就說 我就發現 哇曬衣間有聲音 應該是我媽 我就大喊 媽 然後我媽就說 欸 就說 你怎麼還沒有睡覺 我說 你先進來啦 你先進來 然後我媽就說 你房間門有鎖嗎 就是完完全全 我們日常會對話的那個內容 她說 你房間門有鎖嗎 我就說沒有 然後我媽就開門進來 我的視野還是躺在床上 我就看到我媽 開門進來 門在我的右前方 斜右前方 門在我的斜右前方 我就看到我媽從我的斜右前方 進來之後 再來講 她應該是要直接走向我的右邊 但是她沒有 她繞過 我的床是雙人床 然後我是睡在雙人床的右邊 這樣子 但是我媽沒有直接走向我的右邊 她繞了我的床一圈 走向我的左邊 然後用她的手摸我的額頭說 你在幹嘛 這個瞬間 她摸下來的瞬間 我眼睛張開了 我才發現 一切都是夢 我真的覺得這就是靈魂出竅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做了這個很奇怪 又詭異的夢 但是她摸下來的那個瞬間 我眼睛張開了 就是一片的漆黑 因為我房間真的就沒開燈 然後正是我張開的瞬間 我才發現我在做夢 很特別的地方是在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做夢的人 我覺得做夢很好玩 然後每一次做夢 我基本上也都會知道 我現在在做夢 所以我其實可以控制我的夢要不要結束 對我是有這樣子的 在夢裡面有這樣子的能力 我沒有辦法夢 我要做什麼夢 但是我可以夢 我可以控制說 我現在要不要醒來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在做夢 就每一次做夢我都知道 所以有時候做噩夢 我就會在 覺得最可怕最可怕的地方 把眼睛睜開 然後或者是做 就是其他的夢 我就會覺得 哇那就讓她繼續做下去好了 看會做到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本身做夢是這樣子的 但是這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夢 我真的覺得我就是醒來了 然後發生了這整件的事情 很詭異吧 我真的覺得就是靈魂出鞘 瘦子這樣鑽緊 靈魂出鞘好不好 好啦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就是今天的Podcast 那下個禮拜呢就會再講 因為我覺得時間有點不太夠 其實我很想要跟大家好好地聊聊 我覺得今年蠻推薦大家的一些歌手 還有一些作品這樣子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會跟大家聊 我對於華語樂壇現況的了解 跟我自己的小小的淺談跟見解 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Podcast 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